生活有艺术生命有意识 我是旧艺术 欢迎来到大艺术家画廊 他特意在家中暗头养蝦 详细观察蝦的习性与动态 正由于对蝦的熟悉和了解 所以其白石画的蝦十分传神 您眼前这一幅墨蝦 是白石老人75岁前后时期的作品 画中共画了十只蝦 从右上角向左下角游动 蝦的墨色不但有龙蛋干湿的变化 而且有伸展弯曲的不同 虽是龙墨 但没有沉重僵死之感 虽是淡墨也无浮躁之气 整个画幅 唯用一笔背景水纹 去把蝦的游动表现得灵活灵现 深爱艺术要妙在 是与不是之间的白石老人 将躯体透明的白蝦 和长臂青蝦 进行了有机结合 创造出生活中没有 但并不违和的白石蝦 正如著名画家叶浅宇成说 白石老人的虾 精神状态 虾子有弹力的透明体 虾在水中浮游的动态 把艺术造型的形 直 动 三个要素完满的表现出来 这样丰富的内容 喜白石先生用的是极简的笔墨 不能多一笔 也不能少一笔 而每一笔都能数得出来 本幅 墨虾图 既表现了众多虾的形态 活泼 灵敏 激紧 富有生命活力 虾身和虾头 妙在用墨 极尽变化 尤其是丰富的用笔 使得虾的腰部 展现各不相同的形态 有的拱腰前行 有的拱腰慢游 有的仰手向行 有的身体弯曲 努力浅游 丰富极了 虾的一对前爪 由细而出 数节之间只到两熬 形式前置 有开有合 虾的触须 用淡墨细线勾出 似乎在水中飘动 看似轻松 实则极难 群虾游戏 各个有虚 如何乱中有虚 各归其主 确实非朝夕之功 白痴老人 用浓墨点睛为虾眼 横笔点暗 画出虾脑 其末如今 传身有力 不着一笔表现水 而以群虾游动 虾虚 起伏有志 表现了水静 虾自热的情绪状态 真可谓栩栩如生 神韵充盈 从生活中来 又超越了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